大家好,我是黃展土執志 我的姓名是Louis 源自我報讀玫瑰江學校 我記得我爸爸填一張報名表時 他有一格要填文名 我爸爸在姓Louis畢業 他在填英文名上填了Louis 然後我選了Louis,做了姓名 她是一個法國國王 她有所知帶領十字軍東征 在東征征服國家時 她叫士兵千萬不要殺異道徒 同時她很謙信地和徐軍的司徒 一起做日課 另一件比較特別的事 她是很愛貧窮的人 在巴黎建了一間三百人的醫院 去招呼窮人 另外她很多時都會和窮人一起吃飯 甚至她親自去招呼窮人 我是一位終身執志 在教區裏我專注做婚姻家庭務務 在婚姻家庭務民委員會裏做主席 我自己都有自己的職業 我是一個工程師 是英國土木工程師工會的主席 在這三十五年裏 我就看到聖Louis這個聖人 也影響著我自己 怎樣去代人、接物處事 聖Louis是國王 他也很謙遜服務一些 給他的階級低的人 這也給了我啟示 當我當主席時 我怎樣去代人、接物 不是要一些成員去服侍我 反而我自己要謙卑 去服侍我帶領的人 我覺得這麼多年來 聖Louis給了一個很好的啟示給我 讓我做一個謙遜的服侍領袖